平時生菲脂基本上我們不吃藥都可以康復 但臨床上有時會看到有些病人會反覆去生菲脂 病人甚至會說 為何醫師我沒有吃過什麼辣或煎炸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生菲脂的呢? 我們今天就用中醫的角度說一下生菲脂這件事 中醫來說,菲脂就叫做口瘡 它的特點就是我們的口腔或舌頭上就生了瘡 本隨著紅腫或卓葉疼痛感 臨床上有些病人的口瘡是會反覆發作的 隨著時間的遷移 他們口瘡的繪揚面積會逐漸增大 而數量亦增多,癒合時間亦會慢慢加長 而發作間隔縮短,嚴重的話 基本上可能會影響到他說話,吃東西 甚至是痛到有流口水的情況 這一類反覆發作的口瘡 其實通常是跟體質的改變有關的 我們中醫來說,以這個陰虛火旺 或者是皮胃虛揚比較常見的 陰虛火旺的患者多數是因為一些勞累 休息不夠,或者是稍稍進食一些煎炸的食物 他就會有發過口瘡 他的疼痛是比較嚴重的 亦有一些陰虛火旺的症狀 譬如說口肝,心繁失眠,手足心熱等等 而皮胃虛弱的患者 口瘡的疼痛會比較輕一點 紅腫熱痛等也會比較少 而伴隨著就是一些皮胃虛弱的症狀 譬如說人會比較累一點,精神不好 或者食慾減低的情況 如果好像剛才這樣說 自己的口瘡是反覆發作的話 其實我們中醫會用中藥去做一個調理 治療上針對著陰虛火旺的體質 我們通常會用滋陰降火的方法 利用山地、蜜冬、原心等藥材 而皮胃虛弱的患者 我們會選用健脾、溫脾的方法 加入黃旗、檔心、白術等中藥 亦會適當利用一些清熱的藥 例如黃蓮、黃柏去減輕疼痛 臨床上很多病人會問 醫師多喝點涼茶 對於我生菲脂的情況有沒有幫助呢 其實涼茶很多時都是用寒涼的藥物煮成 身體狀實的人士基本上在夏天可以多喝點 但如果是陰虛火旺 或是脾胃虛弱的人士 飲用涼茶之後 重視菲脂好像有減輕的情況 但長齒下去沒有根治體質的問題 只會適得其反 造成這個菲脂反覆發作 平日陰虛火旺的患者 可以多喝點西洋芯麥冬茶 因為西洋芯可以滋陰補氣 而麥冬能夠養陰生瓶、潤沸清心 多喝點可以預防菲脂發作 它的制法是非常簡單 以3克的西洋芯和10克的麥冬 一起煮半小時左右 如果怕味道很寡 可以加一點蜜糖去調味 一個星期可以喝一度兩次就可以了 而另外患者平日 應該減少熬食或粗爐 盡量減少吃煎炸、辣或生冷的食物 改變生活習慣 再加上中藥的調製 其實一般的口瘡 可以在一到兩個星期之內 就會痊癒 但如果口瘡 狗狗不育 數量有增加的跡象 就應該更加及早求疑 以排除其他疾病 我們會不會再次回到一個星期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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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答